內地市場不是一種如同落後的市場 內地市場已經很厲害了 如果你說不夠條件申請到這個配合 進去來說 未必是好事 我用一個比喻 一個中榮的人 進去Band One的學校 其實他的生活會辛苦的 你如果有不少條件進去 你就容易去駕馭到那個 社會大環境 所以我想這個過程裡面來說 都是我自己的呼籲 政府只是給錢 說給這個青年人進去內地 要注意一個一般學生 入高等名校 他將來的發展 可能會面對很大的人生的困擾 我們不需要把所有香港學生都推上去 所以作為一個視點來說 有些津貼已經可以 應該賦予多些選擇和他鬥 包括有些學生可能還未帶到陳義傑 可以發揮大灣區干擾第三章第三節裡面所說的 我們做了拼船出海去東南亞的 這些其實應該都是屬於建設大灣區的一個工種 就是我要建一個很漂亮的屋村 但是我不是說不需要蓋出門的公路 有否留意四十年前我們完全看不起深圳呢 如果我們看不起深圳 當時不去深圳發展 接著再過多幾年 三五年前 三十三年前 三十年前 二十八年前 其實你要發現來說 你看不起的地方 最後那個光澤是很厲害的 同一道理 如果你看不起東南亞 你不要忘記上個大的圖畫 政府所說的RGP 如果再看不起三幾年來說 其實有一批人已經走到前面路了 但是這對第一章 就是這次讓我們聽過 就是這兩批人的 有什麼原因 我可以講解 我們很懸礼